我是很高興的回來這一次 是不是很久沒有回來? 很久了,我覺得很厲害 是 其實他很用心做到一個校園 好像英國的那些 但其實他只是拍幾年 他用很多錢去保持建築 就是每年都籌錢向校友捐錢回來 老闆問我,這麼多年捐錢 捐到最多是回來遊客 反而不是NGO,是這裡的學校 其實我每年都捐了很多年 Hello Debbi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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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很私鄉 我每個星期都會駕車去紐約 每個星期都會駕車去紐約 就去東洋街 吃點心,然後買菠蘿包 當我這兩天來到,我都是不斷地走 看很多我自己覺得很喜歡耶路大學的不同的角落 當時沒見過一間這麼漂亮的學校 所以很深入驚 第二就是,我發現那些老師在樹林很認真 所以我在耶路幾年都很開心 因為很難得 好像不會參與任何其他的社會會讀 只是專心在樹林讀書 有一年我們考了所謂博士資格士 我們差不多要看一百本書或者文章 兩、三年就完成了一本書 全年就為了考量的事 那一年是我人生讀書 最開心的日子 所以這裏給我一個很好的驚喜 我在日老大學讀書的時候 很受到那個老師影響 Huan Linz 他不只是一個民主化的理論大師 他自己影響現實政治的 譬如有一本書是講巴西的民主化 訪問當時的軍政府的領袖 為什麼願意防權呢 他就說其中一個原因是 就是去看我老師的一篇文章 覺得巴西再這樣專制下去是沒有前途的 如果我能夠寫一篇這樣的文章 集中看完之後 或者李家超看完之後會流眼淚 覺得要改改對香港的做法 對中國的做法 你說多麼好的事情 多麼美好的事情 但是我老師是曾經有這樣的影響力過的 所以當時是令我覺得 好我將來回到香港 我就要做一個 我們叫做公共社會學家 希望將我的知識可以介入社會 回到八錦交集 你已經離開了 哇 從大學讀書的時候 讀博士的時候 講緊三十幾年了 你走了三十幾年之後 你回去有一個很強的感受 那這三十幾年走了什麼路呢 是吧 我有時會說我花了很多時間去建立中國公民社會 今時今日是搖搖欲墜 用了很多時間爭取香港普選 今時今日是搖搖無期 你想想那種感覺是很傷感的 但是我告訴你 我去到耶路大學之後 我遇到一些從中國去耶路大學 法律學院的一些訪問學人 原來是我以前在中國裏面 培訓的一些NGO的領袖來的 他跟我說了一番說話 是令我很感觸的 他說他當年裏面做環保的時候 他以為是買頭 就是做那些環境的事情 就是生物多樣性 直接聽完我的課 我有三個禮拜訓練 他才知道原來他在做的事 也是在建設中國公民社會 還有對整個中國的管治 以至到政治發展 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他說這是一個很啟蒙的經歷 對他來說 當時大家說 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感觸 就是你其實殺了種子 有時候你就盡力做就好了 他不知道什麼時間氣候適合 土適合適合 他可能會發芽生長 他也是抱著這種希望在等待 當我覺得遙遙欲罪 或者遙遙無奇的情況下 有一段這樣的對話 對我來說都很有意思的 如果是的話 就是一個麵包 我以前做學生沒那麼豐富 我還打一個湯匙發麵包 盡量省錢 省得最便宜最便宜 嘩 以前就是這樣 麵包進來切一刀 切最大的麵包 煮碗湯走人 有其他東西吃了 哈哈哈哈 我臨離開耶路之前 我記得有個教授 零零嘻嘻 就找我去見一次面 這樣 他跟我說我做的功課 他很欣賞 然後覺得 其實你應該可以在美國留下 教書 我記得那個教授叫David Apto 他就這樣跟我說 還有香港現在有什麼情況 但我說我來讀書 就離開香港 所以當 九二、九三年 就是離開耶路的時候 香港是最多人移民 離開的時候 我都說是六十萬人離開了香港 那我的飛機剛剛逆流 飛回香港 那時候就覺得 我就要回來香港的時候 因為我讀書 就是為了 為了回來的 去台灣 在美國有間大學 又想邀請我去 就是想拼請我去 做教授 那接著我就 想了一陣子 就是拒絕了 那間學很好 真的很好 那寫一封信的話 覺得 很欣賞你們 留在一個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那些 有一點好像當年 耶路教授講的說話 就是 大家看到都應該走的 是吧 台灣 隨時打仗 但是你留在樹 那樣 我收到那封信的時候 突然響起 就是當年 九二年、九三年 離開耶路的時候 那個教授的說話 那為什麼你要回香港呢 現在就說 為什麼你要留在台灣呢 就是 我在這一時 我覺得我很近香港 我很近中國 有很多人會 來來往往 從香港 像一些會從中國 不會走來台灣的 我通過他們的口 通過聊天 我可以掌握住 這兩個地方 通過傳媒做不到 就是讓我覺得 我的工作是未完結的 我仍然可以繼續做下去 我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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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到的